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历历皆辛苦 爱惜粮食是每个孩子要学习的第一课 这首诗也就成了中国儿童共同的记忆 当你吃着碗中迎白喷香的米饭时 你能想到农民伯伯烈日之下辛勤劳作的场景吗 可谓粒粒粮食滴滴汗 枯燥的说教只会让人昏昏欲睡 诗人生动描绘了农民耕作的艰辛 道出了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 所以更要珍惜 这首诗明白如画 却不显单调浅薄 吉父说福利 谁知盘中餐 历历皆辛苦 这两句刻在每个人心中 也将诗人礼身 永远刻在唐诗的封碑之上